其實真正的問題是美國啦 因為美國不敢對以色列拿出殺手劍 美國的殺手劍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對以色列說 你再這樣下去我不排除在安理會投棄權 那巴西安就過啦 要派派違和部隊就有可能通過 那你以色列敢跟違和部隊戰嗎 這是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我把航母艦隊開走 所以美國不是沒有籌碼 是美國不做 事實上我跟你講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美國的媒體比美國政府還要激進 比如說布林肯他飛去以色列那一天 華爾街日報寫社論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的標題叫做 這個時候停火對哈馬斯有利 就直接打你耶 我說布林肯 那布林肯去以色列怎麼可能提這個議題 所以布林肯就立刻說我沒有要全面停火 我只是要他 temporary pause 人家說暫停他要加上一個 暫時的暫停你知道嗎 怕的這個樣子 結果那台亞爾連暫時的暫停都不接受 都不接受 那結果人家就說那你布林肯是去幹嘛 結果布林肯就放了一些消息出來 說我還是有成果的 第一 以色列讓那個埃及邊境進來的車呢 可以增加 聽說從40輛變成100輛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大家要去數一下 那第二個說 以色列他說未來空襲會減少 改成地面作戰 因為空襲就是一定是用那個精準炸彈在炸 現在本來就要進行地面作戰 對 他就跟人家說 我們以後 我們空襲會減少 所以不會在地上炸一個大坑 要進入地面作戰這樣 那還是要死人 因為地面作戰死的人更多 我跟你講 所以等於是一事無成 那他後來又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又去土耳西 我看也不能怎樣 就是因為他背後有力量在拉住他 坦白講就是拜登不敢做決定 事實上目前民主黨是分裂 共和黨是蠻一致的 因為我看最近的民調 共和黨大概百分之七十幾 是一面倒向以色列的 可是民主黨已經分裂了 因為民主黨本來就是有多元的族群 那所以民主黨我看有很多人的訴求 事實上上街的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黨的人 所以拜登現在心裡很苦 寶寶心裡苦 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民主黨支持拜登的民調已經低於70% 本來都是跟川普一樣都高於85% 現在已經降到70%以下 那上次阿拉伯聯盟支持拜登的選民是高達64% 那現在跌到17% 所以拜登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我說實在 那因為他的最大的特長就是無能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麼辦 就是 因為他手上有籌碼 他有殺手劍 所以為什麼現在大家會開始在看中國怎麼辦 中國事實上沒有辦法出兵 這大家都知道 可是他是11月的安理會輪值主席 那阿拉伯國家因為 這個王毅也建了阿拉伯 那個沙地阿拉伯的外交部長 那他們就說我們出來開個國際和會好不好 那我覺得中國大陸會去促成 大概跟阿拉伯國家 穆斯林國家大家開個國際會議 那如果這個東西美國還是不甩 那不排除中國可能會再 安理會再提一次案 那如果美國再否決 那我跟你講美國的國際聲望大概跌到谷底了 剛提到的是華爾街日報 支持不能停火要繼續開打 那現在的是紐約時報 今天的中文版 它事實上是從英文版裡面翻譯過來的 中文版 它上面就直接指控 它說巴以衝突引發輿論的世界大戰 伊朗 俄國 中國支持哈馬斯 紐約時報就這樣直接下標題 就開始造謠了 然後開始抹黑 也就是說你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 要求立刻停火的 就是支持哈馬斯 紐約時報 那這代表什麼 認知作戰開始了 也就是說 直接美國的主流媒體要摘一張抹黑 然後說你只要支持巴勒斯坦 然後主張停火 不要再這樣對無骨百姓進行殺戮的 你就是支持哈馬斯 你就是支持歐美所認定的恐怖主義 就這樣子來 那全球都支持哈馬斯 大家都在呼籲停火 121個國家 沒有錯 所以可是你看 這個就是歐美的主流媒體了 那就是因為很多的國家 像我們台灣 很多的國家對國際新聞的報導 絕大部分採用的就是 安古的撒訊主的語言 就是英語系的 英美語言的媒體記者 作為我們台灣新聞報導 處理的國際新聞的主調 那這樣的情形下 他就要開始影響這些 以英文作為主調的國際語論的這些國家 他要開始改變 直接說你只要支持巴勒斯坦 你就是支持哈馬斯 你就是支持恐怖主義 就是這樣玩 我覺得可怕 那我們現在再看看我們台灣的媒體 怎麼報導這個新聞 怎麼站在美國的立場 來看待這個新聞 我很想看看 還好我們的TVBS 堅定的站在自己的角度 我們來看待這個問題 我覺得TVBS了不起不簡單 不像有一些 好像看起來是藍影媒體的 但是報導的奇怪 我都常常感覺會精神錯亂跟錯覺 我也不點名是哪個平面的藍影的媒體 反正就是會讓我感覺到很錯亂 原因很簡單 各位想 布林肯出發前 到以色列的時候 我有三個任務 第一個就是促成 暫時停止軍事行動 保護巴勒斯坦人民的 平民的安全 這是他要進行人道援助 這樣的一個情形 他的任務要完成 結果呢 去了以後說不能夠讓哈馬斯 不能夠停火 避免讓哈馬斯有更大的力量 馬上變了 出發前 去跟內塔尼亞胡等他們見了面以後 然後再跑到約旦 跟埃及等這些國家的領袖 會談的時候 馬上改口了 改口什麼呢 那他在演哪一齣戲 接著我們看到的情況是 轟炸更加的激烈 陸海空軍其轟 也就是對於加勒 對加沙地區的巴勒斯坦人民的 轟炸更加的激烈了 目前全世界都站起來了 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 要求以色列停火 但是美國的認知作戰 輿論戰已經開打了 現在看看台灣有哪一些人跟著美國走 把巴勒斯坦說成為就是哈馬斯 美國那個很容易理解 我覺得就是因為加沙的戰爭 導致民主黨內部分裂 所以有些人就不高興 就是這樣 因為領先幅度也不大 不過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川普勝選機率真的很高 事實上我覺得奧奔尼斯 他跟中國大陸緩和的過程 真的很值得台灣借鑒 因為奧奔尼斯是去年5月22號上台的 這次來中國大陸要會見習近平 這是11月6號 坦白講人家是花了18個月的時間 人家是做了多少事情 我跟你講 這個佐政通老師做的分析 我覺得很有道理 第一個就是你的言行要一致 就是奧奔尼斯跟黃英賢外長 他上台之後 就不斷的對大陸釋放 他希望能夠跟大陸回到原來的善意來往 那中國大陸當然不信 所以就會看你的整整的發言 這個就是一開始就觀察期 那基本上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我看奧奔尼斯到中國大陸 包括下飛機 還有在進博會的種種表現 我覺得他給他的感覺就是真誠的 就是他真的就是這樣想 他不是裝的啦 不是說我來做生意 就笑咪咪 不是這樣 是一路走來都是這樣 那黃英賢也是 就是那個外長 這是第一關 那第二關就是在小矛盾慢慢的鬆綁 堆疊善意 比如說你對我的大賣就取消關稅 我就對你取消什麼 都是這樣慢慢堆上來的 到了最後才突破紅酒跟龍蝦 對 尤其是紅酒 紅酒是比較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的意思說他是堆疊過來的 可是 還是有一個轉折點 那個轉折點就是 他決定達爾文港 他放棄 這個議題因為美國反對 所以就表示說 他願意就事論事跟美國討論 美國你認為這有安全顧慮 他認為沒有 所以我覺得是慢慢這樣累積善意過來的 所以賴清德去研究一下Ibanez 不要整天空想要跟習近平吃飯 人家做了多少事 先從你那個胡說八道改起來 什麼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連國台辦都說不是了 你還要硬拗對不對 正亮還寄望於賴清德 那個言行如一 我們怕他當選嗎 這個實在是 要賴清德言行如一 實在是不容易 我覺得要民進黨要蔡英文 他們言行如一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被騙太久了 真的是不想再被騙了 我個人是認為是這樣的 因為中國大陸確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特殊的 特別的一個地方 或是我們說是一個這樣的國家 因為兩岸之間本來就是同一個國家 有時候我講他們是地方 有時叫我們台灣是地方 好 那不管如何 它很特殊 它的中等收入超過美國的中等收入 所以它在高端的產品有上億的消費市場 這很巨大 然後在中端的產品也有好幾億的消費市場 然後在發展中的這個產品 也有幾億個這個市場 各位想想 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中 不管你是發展中的國家 或是中等收入的國家 或是高端的國家 你都可以把產品賣到中國大陸來 所以也就是中國大陸是唯一能夠有這個進博會 而且能夠吸引全世界的國家都往這邊來移動 都想把他產品到中國大陸來賣的這樣的一個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特殊 而且也是全世界首創 到目前為止還是獨創的 能夠辦一個進博會 因為一般都是出口博覽會 我們台灣也都是出口博覽會 但是大陸可以辦一個進口的博覽會 那也就是讓全世界的買家 甚至包括以中國大陸的買家為主的 這些採購經理人 就全部的到上海來 在這麼一個平台裡面來選他要的採購量 所以你看凱達爾 一口氣訂單27年 訂了買訂了幾百億美元成交 當天的也有一家3億美元 對我們來講那不少 就一個訂單就成交了 所以它旁邊的就是一堆就是在儲合 就彼此之間成交成交企業 就這樣一直訂一直訂 一直下訂單 那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的歐美的這些大廠 到中國大陸來 連埃斯莫爾都辦一個大三廠廠 他說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我們的產品 賣到中國大陸去 可是問題就是12月就快到來 現在11月了 12月1號就 他到底要限還是不限 可是如果他要限 他怎麼還在那邊辦展場呢 而且還要大量的賣給中國大陸呢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是不是已經開始有點轉向了 美國是不是已經沒有辦法逼得荷蘭低頭了 是不是 這二十末要繼續賣產品到中國大陸去 我們也在看啊 因為他如果又接到訂單 那算不算 出不出貨對不對 可是他辦展場就是要下訂單嘛 好 那也就是看到美光說我要擴大投資 西門子說我要擴大投資 很多美國的歐洲的這些大廠都說我要擴大投資 可是我卻同時看到今天 德國之聲 德國之聲 他是這麼說的 外資撤離潮正在上演 在中國大陸上演 反中媒體也不要反到跟事實剛好 看錯方向了 看錯方向了 今天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外資湧進來 然後呢 要在這個地方投資 要在這個地方賣東西 艾班尼是開心到不行 然後說好棒棒 好棒棒我來了 然後結果你的標題是 外資撤離潮正在上演 撤離中國 反中要反到跟事實相結合 不要跟事實剛好背離 他是叫大家快找他自己去 對我是覺得這真的是 德國之聲 你去看看你的西門子 西門子是你德國的 你怎麼可以講相反的話 不過我最後再講一點 我覺得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只要一直不認同 它是亞洲的國家 它的安全上依賴美國 我總覺得它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永遠有變數 我真正有籌碼的是美國 可是你看美國這兩個無能官員講的話 柏恩斯說 你要對準一點 以色列說不然你來對準給我看 你對準給我看 以色列市長也講過這個問題 他說有啊 我每次在打之前都有發傳單 從空中傻 不然請問還能怎樣 而且以色列還有官員去質疑美國 你知道嗎 他說你當年去打阿富汗打伊拉克的時候 你有對準嗎 有顧及平民傷亡嗎 對啊 伊拉克平民死亡了20萬人 所以為什麼美國就嘴巴塞住了 布林肯根本就從來沒有提過 那個CIA局長講的那些話 因為他知道他吵不過以色列人啊 以色列還有跟他講 所以你打日本的時候 東京那個空襲死了10萬人 你還丟原子彈 有沒有想過平民啊 以色列現在的態度就是這樣 所以你用這個講是沒有用的 美國有兩個殺手劍 就看你要不要用 第一個就是威脅以色列說 我不排除在安理會棄權 我看你要不要 我就直接讓巴西勒案通過啊 那維和部隊就要進場 你敢跟維和部隊打嗎 那第二盒就是 我美國開走一艘航母艦隊可以吧 所以只有美國有籌碼 其他國家坦白說 連阿拉伯國家都不是真正的籌碼 你有出兵嗎 對不對 連伊朗都不是嗎 你不要講到伊朗啊 那太遠了 我說黎巴嫩珍珠黨就好了 黎巴嫩珍珠黨目前聽說 已經困住了 以色列大概四分之一的兵 就守在北方 跟他們打 至少對峙啦 對峙嘛 那其他的國家都弱得要命嘛 就約旦啊埃及啊 而且布林肯去見 約旦跟埃及 你找這兩個人幹嘛 就是要塞人給你嘛 就剛好在旁邊嘛 就說哎 巴勒斯坦難民再塞到你這裡好不好 這兩個國家都反對啊 我跟你講 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已經有220萬了 你還要塞進來啊 埃及有90萬你還要塞啊 而且哈馬斯就是在難民營裡面誕生的啊 因為仇恨的那個種子 因為你在難民營長大你當然恨以色列 所以就會產生哈馬斯嘛 所以埃及跟約旦嚇都嚇死了 你還叫他收啊 而且可是這個片面就是真的 因為以色列那個文件是真的 以色列真的是有這個想法 就說最好的情況就是加薩爾的巴勒斯坦 很多走掉 這230萬人就散到埃及去好了 那埃及當然不願意嘛 我跟你講連美國內部剛通過的那個預算案啊 都有人在質疑啊 因為他裡面是143億美元要給以色列 然後他還有一個備忘錄喔 那個備忘錄被美國阿拉伯的團體發現 說他編了35億 要作為巴勒斯坦人的安置 就打算把這些人給運走 請問一下安置在哪裡 埃及最可能 不然他去那邊幹嘛 他建埃及跟約旦幹嘛 不就是要安置嗎 對啊 他這兩國應該很不爽 所以我講白了 美國就是配合以色列嘛 他們事實上私底下想的就是 不然把他移走好不好 至少北加薩的移走 清空北加薩 我覺得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結果埃及不願意嘛 就卡住了嘛 所以你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事實上賽普路斯那個 海上人道走 我跟你講那個主要是讓人家撤走用的 而不是說補給船要進來 請問你補給船進來 你碼頭要停哪裡啊 加薩現在有哪一個碼頭是安全的 除非你美軍登陸啊 你美軍在那邊守啊 讓補給品可以登陸啊 然後還可以派車去把他運走啊 這個需要一個程序跟 就一定要配置一些人力了 你知道吧 對 你們也沒有方案啊 所以講這種就是空話嘛 這樣等於是方便人家走掉的啦 因為美國人在以色列蠻多的嘛 我們看到這麼多的這個世衛抗議喔 尤其是在美國各地都舉行 可是其實可能也不要高估這些 世衛抗議對美國決策者的影響 因為甚至都有報導說 美國民主黨裡面的全國這個委員會 裡面有15%的工作人員 已經準備要聯書 聯名上書 然後甚至準備說 如果不能的話他要辭職 也最多就是15% 而且可能不會高 那 因為整個西方現在的這個世衛抗議喔 必須要講 大家現在知道喔 現在死亡 平民死亡已經超過1萬人 兒童已經超過5000 一半是兒童15歲以下的 那越來越多的畫面是出來 可是這一些世衛抗議的 世人域很多 但這裡面有相當高比例 其實是中東跟北非的移民 以及他們所熟識的年輕朋友圈子 還有一些左翼的人士 他佔整個在西方的人口結構當中 其實比例不高不到兩成 甚至呢不是真正影響決策的這些 這個中產階級 那你看看亞洲 這根本除了馬來西亞 印尼 以及印尼少部分地方之外 沒有什麼反應 一方面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很複雜 好像是個歷史恩怨 它是一個歷史恩怨複雜 雖然1萬人死亡5000個兒童 大家都很痛心 可是我們也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強權的報復 這是個強權的報復 那你面對強權的時候 其實 這個人道的東西 你自己也不敢大聲的講 對不對 因為你也有求於強權 你現在看到的日本 台灣 南韓 大概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至於說 美國的手段呢 真的也不多 安理會 其實棄權 也不太可能派PKO 因為PKO必須要當地 國都要接受 它這個前提 才可能派PKO PKO會危險 然後美國 其實 它現在採取的一些動作 基本上只是在不斷地去顯示支持以色列 你希望以色列盡快地結束這場戰爭 其實它已經預估最大的這種就是衝擊 可能就是它跟這個中東國家 穆斯林國家短期的就是交惡 然後呢 可是同時你看到布林肯不斷地也在做分化 做就是說這個就是交談 所以中東國家也是一個分散的 這個問題真的是比較難解 那真的取決於以色列 你美國就算這個潛艦還是說這個軍艦搬開 以色列照打不誤 但是呢打到什麼地步 我覺得大概以色列這個所謂的戰時內閣 大概也有一個想法 他們的最後的策略也可能不是說真的消滅哈馬斯 而是到了一定的地步的時候呢 就做一個佔領的動作 然後呢逐步地再釐清 五艘巡邏船就可以啊 我跟你講那個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頓位都差太遠了啦 事實上我也看到這一次菲律賓有一艘船 就對著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那大概只有 看起來面積只有十分之一 差這麼多 對啊 所以只是中國不想跟你真的有衝突 因為這一次 就是就包括美國啦 在仁愛礁或黃岩島不斷的陪同 事實上他主要就是要做文宣嘛 因為P8偵察機上面都常常有記者啊 或者菲律賓的船上面也有美國記者啊 他事實上就是要拍照 然後要去在國際文宣站上說 中國大陸阿爸就這樣啊 中國大陸當然知道啊 所以也沒有人要陪你玩啊 所以我們就沒有真的看到撞船嘛 沒有看到嘛 而且仁愛礁已經放在那個破船 已經放在那邊24年了 中國大陸也不急啊 我認為美國就是希望能夠拍到撞船的畫面 然後菲律賓被欺負的畫面 然後用這樣來讓這個南海行為準則的相關國家看到 那讓這個南海行為準則簽不出來啦 這個應該是美國的目的啦 不然這個時候 菲律賓幹嘛去搞仁愛礁跟黃岩島啊 事實上對菲律賓沒有任何好處啊 反而使得你1月本來去第一個首訪北京嘛 結果到現在沒有一個經貿協議的項目落實啊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這個小馬可是也蠻怪的啦 就是你1月就去北京然後簽了經貿協議 那回來之後都在那邊繞來繞去啊 要嘛就是搞美國四個軍事基地啦 要嘛就搞仁愛礁要嘛就搞黃岩島 也不知道他在幹嘛啊 這個都不會有結果的 所以我當然是嚴重懷疑他是被威脅了 就是他是不是個人在美國有財產有訴訟被威脅了 不然你怎麼會做出這種對菲律賓完全沒有實質利益的事情 而且做這麼久耶 從今年3月做到現在11月耶 有可能 那中國大陸跟菲律賓簽的經貿協議到現在完全沒有辦法落實耶 這難以想像啊 因為在笨的人也不會這樣做事情啊 比如說你看澳大利亞 他總是要賣龍蝦吧要賣紅酒嘛對不對 這當然以後我們才會知道真相啊 不過就是覺得會有這樣的國家 對中國或對美國這樣做有點不合理啊 那我覺得美國來這麼多船啊 在中東 軍艦啊 是 我覺得他不一定是在防止伊朗出兵啊 我也不認為他認為伊朗會出兵啊 他是怕會有人去攻擊一些重要的地方 你說美軍基地嗎 不是啦 搞不好是更類似恐攻的 比如說有人會去炸油田啊 或者去炸蘇伊斯運河啊 就造成 重要設施 對對對 所以我認為他們來是在 就是守著很多點啊 尋味隊的概念 避免有人空襲啦 比如說上次沙特油田就被炸啊 那誰會去空襲啊 不知道嘛 因為現在中東就是 各種激進派都存在啊 那你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事啊 因為伊朗 美國要攻擊他 大概只能夠用飛彈或者用空襲嘛 因為伊朗你這樣要打他是一樣 他是高原國家不好打啦 而且伊朗動不動就威脅說 你打我我就把赫姆斯海峽給堵起來 那這個美國也負擔不起啦 所以我不認為他 而且伊朗已經叫叫叫叫那麼久了 也沒有要出兵 感覺都沒有什麼什麼行動 我坦白說啦 他在德黑郎掛了一個大看板 說號召伊朗的人要 這個行軍到這個巴勒斯坦的那個 遠頂清真寺啊 好大一個看板 有這樣的看板 在德黑蘭啊 所以我說他這個就是 完全民粹啊 感覺很紙老虎啊 以前那個蘇萊曼尼被殺他也沒有出兵啊 所以坦白講 大概只有黎巴勒斯坦是完真的啦 你要知道美國的軍事霸權啊 最主要展現的還是海軍 它在全球800個基地 那海軍 海軍陸戰隊 這兩個是主要的 那尤其全世界最重要的海峽 海道 海型的這些通道 都是美國的軍事掌控 那南海是重中之重 它連結了太平洋跟印度洋 而且它在這個商船跟就是 就是油輪上面啊 運油的這個上面呢 其實是關鍵 也對日本的影響很大 對南海的影響很大 所以南海 不只是這個南海行為準則 美國基本上是要南海啊 是它的軍事能夠有效的這個影響跟掌控 一定要有個議題 讓美國的軍事能夠長住的在這邊 然後呢 要讓這個菲律賓呢 最後接受類似像是韓國 日本量子的跟美國的軍事同盟跟基地 現在菲律賓基地根本是不能看不能用的 所以呢 你就要把這個議題 人愛交易議題不斷的炒大 那基本上它就要日本 印度 它的小弟 不斷去強化菲律賓的海防能力 當然也掐著就是小馬克斯 那亞洲都開始說了 抓著你100億美金 你能不聽話嗎 所以呢 就加強你的海防能力 在你海防未來 這個重複上一次那種碰撞 不管是運捕船 還是說這個海警 這個海岸軍備隊 菲律賓的 因為那個馬德雷3號真的快要瓦解了 已經24年了 有它的時間的這個就是壓力 所以呢你現在去讓兩個國家去提供它海防的能力 將來不斷的再發生這個事件 中國一定會有效控制 就是說讓這事件不會繼續的變成一個軍事的衝突 但是呢這個事件會密度增加 這個強度會增加 那這個時候美國的軍事存在就很重要 而菲律賓跟美國的下一步的軍事同盟 這是美國的大戰略 一定會在這裡 因為你想想看日本韓國澳洲中間 就在南海少一個菲律賓 越南是大概不會跟美國簽署這樣子的一個軍事協定 美國也大概不放心 因為越南的政治體制的關係 其他的東南海國家也都不會 現在只有這一次的小馬可是有這個機會 因為小馬是做完了之後 那個沙拉多德地上來可能就會變心了 對不對 你沒有什麼把柄在人家手上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幾年 持續的南海事件 然後呢菲律賓你等著看吧 我覺得他現在只是開放幾個小基地給你 對美國來講其實是聊背語無 但是呢他要一個新的大型的一個事件 然後菲律賓完全的傾向美國簽一個 新的就是這個軍事同盟的條約 這是美國最希望能夠看到的 那是不是印度希望看到 當然是 是不是日本希望看到 更是如此 日本的海上這個安全 這個能源 這個跟商務 都是經過菲律賓旁邊的這個南海 所以我覺得其實 真正的美國的目的 其實是要在南海放他的重兵 而且要有一個大型的這個基地 已經要比蘇比克灣還要大 甚至是一個大型的海軍的基地 那海軍陸戰隊的基地 你這樣才能夠完全的去掌控 現在越來越壯大的 在中國大陸在海這個南海的這個 軍事上的這些部署